今早有客人WhatsApp问我 他有个包包放在其他店铺寄买 买了很久都卖不出 因为他的包包没有帖和翻新过 是不是因为这样 所以包包不再值钱 答案当然不是 第一在Chanel Vintage市场 有没有帖和卡 从来都不影响包包的价值 因为Chanel Vintage不同现代款 那张帖从来都不是一个主要的鉴定点 只要包包罕有和Condition好 它就会很值钱 第二很多人都会对翻新的这个字 有一个很负面的看法 今次先不跟大家去讨论 什么为之翻新 但翻新的工艺和技术 就绝对有高低之分 翻新得好 绝对可以保留包包的价值 而翻新得不好的话 包包就会变成垃圾 最后其实帮你寄买的店铺 它本身的客源是什么人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就以我自己的店铺为例 我们是专做Chanel Vintage袋 可以来的客人大部分都很清楚 Chanel Vintage的价值才会来选购 反过来我这店铺 有个Hermes的话 我不是一样很难买吗 其实卖不卖出一个包包 真的有很多原因 有些客人没了帖就接受不了 有些客人会觉得我也是买来自己用 只要款款就OK 每个客人都会有一个他自己选购的标准 所以就不要再误解 没了帖或翻新的包包就不再值钱了